前几天我对一位新闻人物的好感大增 这个人就是还在加拿大滞留的华为CFO孟晚舟 原因很简单 因为新闻上说警方扣押他的时候 同时没收了他使用的iPhone 7 Plus MacBook Air和iPad Pro 首先我觉得他对产品的感觉很好 他平日用的最多的这几款产品 的确是苹果近年来性价比和创新程度都最高的 值得长期拥有 7 Plus之后的手机其实变化不大 老款的MacBook Air又轻便还有传统的USB接口 而iPad Pro的确各方面都比其他的iPad产品有至上的腾飞 其次作为一个买电子产品肯定可以报销的CFO 他并没有捉急的升级每一款设备 这是任何一个好的CFO都应该精打细算的算盘 当然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是想羞辱 作为华为CFO创始人的女儿 她的站马居然是苹果公司的 好像是揭穿了什么虚伪面孔似的 我却更加对孟女士刮目相看 作为一个公务繁忙 基要在身的重要人物 对她来说 移动设备最重要的是可靠性和隐私性 众所周知 苹果产品在这些方面是行业领先的 即便是由FBI来命令 苹果公司也无法解锁这些设备 在我看来 如果孟女士为了给公司代言 在工作上没有选择最优的产品或者工作方式 才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政治正确 甚至是虚伪 设想麦当劳的老板 如果标榜自己顿顿都吃麦当劳 会不会有点过 又或是上海市长 如果只看上海卫视的节目 难道不搞笑吗 媒体和读者 如果一方面在扮演道德警察 要求企业家不能出戏 那就不应该同时 提评官员平日里挨在镜头前做戏 大家心里都知道是在做戏 何苦 我得这么累呢 这桩新闻 如果发生在一个更平庸的创业家身上 她可能会说 自己用苹果产品是搞竞争对手调查 甚至是身边随时带着三个耻辱柱什么的鬼话 孟女士就是选择用苹果 没啥好解释的 又加了一分 一遍 不会是 怎么回 то 感谢